把内容里面的HTML标签转换成小程序支持的组件 这里我们需要借用一个库叫2wxml 打开这个仓库 复制一下仓库的地址 然后打开系统的命令行工具 进入到我们的小程序项目所在的目录 执行一下get clone 我们加上仓库的地址 完成以后再进入到2wxml这个目录的下面 查看一下里面的东西 我们可以先去清理一下 删除掉.get 这里的demo也用不到 docs里面是文档内容 这个目录也可以把它删除掉 再回到我们的项目 打开小程序的app.js 在文档的一开始我们可以去导入2wxml import2wxml from 跟目录2wxml下面的main 在这个app方法里面 我们可以再去添加一个2wxml 它的值可以是一个2wxml的实例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页面上 去得到小程序里面的app实例 然后去找到它里面的2wxml 这个2wxml里面还包含了几个样式文件 我们可以先打开小程序的主样式 app.wxss as imports 导入一个样式文件 为止呢就是根本录2wxml style mean加wxss 导入这个样式以后 我的文章内容的这个meta部分出了点问题 可以找到这个article avatar 把它的margin设置成0 回到内容的详情页 现在一面上我们可以得到小程序的实例 constapp等于getapp 再把这个2wxml 从这个app实例里面拿出来用一下 现在我们就可以去在页面上去使用这个2wxml里面提供的方法去处理数据了 找到这个unload这个方法 在这个wxrequest的成功回调里面 我们可以重新的再去定义一下文章内容的证文 现在我们直接让它等于了content下面的rendered 这个属性里面的值会包含文章内容的证文 证文里面会包含那些html的标签 我可以再重新的定义一下content 用一下2wxml里面的2json这个方法去处理一下 entity content rendered 这个数据是html 所以第二个三数的值把它设置成html 这个2wxml还可以处理markdown格式的数据 用这个方法转换以后的内容是一个对象 所以我们可以让这个content默认的值变成一个空白的对象 再找到这个内容相亲页的试图文件 在一开始我们可以导入一个试图文件import 位置是根部录2wxml下面的intry.wxml 现在这个输出内容正文的地方 可以去用一个template 模板的名字是intry 再添加一个data属性 设置一下传递给模板的数据 我们可以把页面上的content里面的内容传递过去 现在这个content也就是内容的正文 是用2wxml处理之后的数据 你会发现这个内容正文上面的html的标签 现在就不见了 回到开发者工具 打开开发者工具上面的wxml 检查一下这个页面 找到文章的正文 2wxml会把正文里面出现的html的标签 上去的主样式文件 去设置一下配置的样式 我们可以提亮一个fontfamily 去把之前复制的那个字体组合粘贴过来 再保存一下这个文件